4月6日,电影《记忆大师拿不走的记忆》主题曲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导演陈正道,携主演段奕红,杨紫山等一众主创出席 作为主题曲演唱者的迪玛西也到场助阵 因综艺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在中国一夜爆红的迪玛西 将中文电影主题曲首秀献给了该电影 活动中他也是献唱了这首主题曲 从岁月走过,不想起你了 你我的寂寞,还从哪里远走 寂寞的寂寞,谁懂得诉说 断风说万中二手,少曾护走 是否曾经靠近街路,而在回忆难尊重火 活动的热身,你舍得羞 那头所感谢,那头所感动 对于这位哈萨克斯坦进口小哥哥来说 掌握大段的中文歌词也是一段非常难的记忆 他透露,一般情况下自己一首歌最多录几个小时 但拿不走的记忆花费了自己整整两天才录制完成 当天,黄渤与徐静蕾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不过与到场的主创们一样,大家都未能逃过深挖 你最想删除的记忆这一环节 最终段一红亲情假唱 黄渤反串青岛贵妇等黑历史都惨遭曝光 据悉,电影《记忆大师》将于4月28日全国供应 兔岛娱乐北京报道